這次中共就在台灣家門口進行軍事行動 漁民不免擔心出海作業的安全問題 加上解放軍根本沒有宣布他們的演習 何時開始 何時結束 因此直接影響到了我們的漁業活動 中共解放軍圍台軍演讓漁業電臺忙得不可開交 每個整點都重複播送軍演訊息 這次的軍演他沒有經緯度給 沒有顯示經緯度 只有圖示 因為這次軍演是滿臨時的 昨天才出來的訊息 所以應該趕快有一些作業的傳台 做整禮拜的影響 會會會 怎麼說會影響 你想我們沒有辦法在那裡附近 釣白帶以外受到危險這樣 生秋十分正是白帶魚產季 解放軍圍台軍演沒公佈演習範圍的精緯度 不僅基隆漁民不敢出海 為了確保海上最安全 宜蘭南方號漁民也大多留在漁港裡 新鮮漁獲少了一大半 港邊賣魚的攤商當然也會受影響 會不會擔心說沒有漁獲回來這樣子 會啊 有多少就賣多少 沒有的話就休息啊 這邊都沒有魚可以賣 因為我們都賣很老啊 有在那邊海域 我們就盡量投資要出港 那這幾天這樣子就沒有收入 那該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聽天由命啊 今天代表要進行軍演 在我們附近的海域 沙灣附近的海域 廣播提醒漁民注意海上作業 明明海上好天氣 正是捕魚最佳時機 但宜蘭漁民只是望海星探 中國圍臺軍演 原本要威嚇臺灣 陶海人卻成了最大受害者 記者黃玉潔 洪芳生 基隆宜蘭 採訪報導